罪恶感是原罪 什么是罪恶感 当你有了欲望 你也会有罪恶感 罪恶感是欲望的另外一面 有时候 你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感到罪恶 因为你觉得拥有欲望是不对的 有些时候你的欲望满足了也会有罪恶感 因为你认为你不值得拥有这些东西 当你的欲望没有实现 你也会觉得有罪恶感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努力去争取 因此欲望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罪恶感 罪恶感不过就是你用现在的智慧 去检视过去的决定以及行为 举例而言 当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有可能因为对朋友说了某些事 导致你与朋友的关系破裂 当很多年过去之后 现在根据你的智慧 你觉得去检视过去的事件 并感觉罪恶感是对的吗 当然不对 因为在当时 你只有那般程度的智慧而已 所以你才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 但现在你已经蜕变成熟 所以去检视过去的智慧所做出的事 一点也没有道理 追悔过去是无用的 过去已经过去了 做了也已经做了 你没有办法再重来 如果你不断地回想过去 并感到罪恶 你也是同时在摧毁你的现在与未来 你没有办法对过去做任何事 所以后悔也没有用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的只是 不要再重复过去的模式而已 我们的过去是死的 那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过去 然而 我们总是让我们的过去影响我们 它以两种方式影响我们 一 如果你用现在的智慧去检视过去的事件和决定 你会在你的内心产生罪恶感 二 如果你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做决定 你将会不断重蹈覆测 就算你并没有完全犯相同的错误 你也会往相同的模式前进 我们的头脑总是落入重复过去行为的圈套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犯类似的错误 三种罪恶感 有三种罪恶感 根深蒂固在我们心里 谋杀了我们的智慧 一 由亲近的家人所产生的罪恶感 二 由社会法律所制造的罪恶感 三 我们自己所制造的罪恶感 由亲近的家人所产生的罪恶感 在七岁以前 罪恶感都是由亲近的家人所产生 如果你没有按照你父母的期望做事 他们会将罪恶感灌输给你 他们可能会说 上帝绝对不会允许你这样子做 可怜的上帝 他必须要帮每一个人背书 或者你的家人会告诉你 你必须要尊重他们对你的期望 因此 你觉得让他们不开心会有罪恶感 家人制造出的一种罪恶感 就像是皇冠一样不断地传给下一代 但是 你自己并没有智慧去解释 为什么事情非要这么做不可 你便把它变成一种规则 并将这个规则 交出在孩子身上 并且制造罪恶感给他们 比如说 小孩喜欢旋转 喜爱动来动去 这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你做了什么 你阻止了小孩 并且制造了恐惧在他们的身上 告诉他们可能会跌倒 我们到死之前都不会停止这样的努力 我们的小孩到最后变成了我们一样的僵硬与乏味 孩子可能会想要在大太阳底下到外面玩耍 在新鲜的空气中跳跃 但是母亲总是说 不行 因为可能在烈日下生病 如果你更深地去看 可以发现当母亲说不识 可以获得某种维系的权利 或是一种控制欲 妈妈说不 对于小孩有很深层的影响 她在小孩身上制造了一种罪恶感 结果是小孩有可能强迫自己跟母亲相处 或想尽办法地逃离母亲的视线 但不管是什么方式 都是在压抑 如果是被强迫跟母亲相处 小孩的能量将不被允许去自由地散发 如果他选择逃离 他会觉得内疚 但这原本根本不是一件大事 只是小孩想要在太阳底下玩耍而已 当孩子逐渐成长 罪恶感会开始根深蒂固地在他的心里生根 甚至当他变成大人 在太阳下坐在草地上 就会引发他儿时的记忆 而感受到罪恶感 这就是罪恶感产生的原因 很多小小的事件累积 使得罪恶感成为你的生活的方式 罪恶感与快乐 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 并鼓励这种像小孩般自然的快乐呢 如果我们深层去看 我们的快乐总是与罪恶感连在一起 一个小孩是不懂得什么叫罪恶感的 他是如此的纯真与自然 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很小的孩子 可以感觉到如此的开心 因为他如此的投入在他所做的事 他还没有被社会文明所污染 他是天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充满了能量 他身上流露出自然的快乐与好奇心 他就只是自然的散发的这样的能量 小孩就只是想要享受每件事 但是父母却设下了很多社会的约束 包括罪恶感 严肃拘谨与虚伪 小孩要的只是叫着 笑着 闹着 跳着 那是非常自然的表达 但是大人们却会阻止他们 训斥他们的不礼貌 要他们守规矩 逐渐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以及快乐的概念 就与罪恶感连结起来 由社会所制造的罪恶感 从七岁到十四岁 社会利用很多的规范 在我们内心来制造罪恶感 这种罪恶感是根源与恐惧 一直到十四岁 家庭与社会都不断地制造罪恶感给你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罪恶感 就是对性的罪恶感 父母或者是家庭 从来不会跟很开放地谈论性的话题 当你的身体产生化学变化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身体好像是新的 有许多的问题浮出 也需要很多的理解 但没有人准备要回答这些问题 更进一步地 媒体又增加了更多的困惑与欲望 在你的头脑里制造了很多的遐想 尤其在这一个非常脆弱的年纪 社会灌输你永远都不足够的感觉 你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做的事感到罪恶 当你被说服说你是一个罪人 你就被困住了 再也没有办法享受生活的喜悦 根据我的说法 罪恶感是最大的罪恶 至少其他的罪恶会在你死后惩罚你 但罪恶感却会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就惩罚你 西藏有一首诗唱照 我的宗教就是不管是生或死 都没有遗憾与悔恨 你被称作为圣人或是罪人 都只是社会对你的称呼 只要社会把你标签为圣人 你就是圣人 当下一刻社会把你标记为罪人 你就变成罪人 如果你杀了一个人 你会被称作是谋杀犯 你会被惩罚 但是如果你是在战场上杀了人 你会被称为英雄 你会被给予极大的荣誉 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来决定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都是社会自己的逻辑 天堂与地狱 在现今的社会里 散播罪恶感的一种非常微妙 及狡猾的方式 就是灌输天堂和地狱的想法 人们透过灌输天堂和地狱的观念 来利用你的贪婪及恐惧 他们在你心里创造了对天堂的渴望 以及对地狱的恐惧 如果你按照某些规矩做事或过生活 你将会上天堂做回报 如果违反 你将会下地狱受到惩罚 当这些规矩是根据贪婪或恐惧给予你的时候 就等于自动地在你身上产生深深的罪恶感 我说一个小故事 一个将军问禅师 上师什么是天堂 什么又是地狱 上师问他说 你是做什么的 将军回答说 我是一个统帅大军的将军 上师哈哈大笑回答道 是哪个白痴要你成为将军的 你看起来更像一个杀猪的 将军大怒抽出宝剑大喊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上师举起手平静地说 这就是通往地狱的入口 将军突然领悟了自己的愚蠢 深圳地向上师鞠躬祈求原谅 上师继续说 这就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要明白 天堂和地狱都不是实际上的地理位置 它们是你内在的心理状态 一刹那 你的心可能在地狱 下一秒钟可能在天堂 天堂和地狱的门 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交替地打开或关闭 完全取决于你内心 是你创造了罪恶感 在21岁以前 家庭以及社会提供给你的知识 制造了罪恶感 到了21岁以后 这些罪恶感会开始在你的心里生根 你会开始不断没有原因地 替自己制造罪恶感 罪恶感变成了你心里一个永远的客人 你家人及社会所创造的罪恶感 就像是冠冕一样 从上一代不断地传递到下一代 而你自己在你内心 因为贪婪和恐惧所创造的罪恶感 是最糟糕的 当你感觉罪恶感的时候 你是可以被利用的 而当你开始跟你自己交战时也是 如果你检视你的生活 你可以发现自己如何维系地 在寻找一些与自己交战的理由 以及对生活的不满意 你无法在没有冲突的状况下过生活 你想要创造一些悲剧 因为你不断地被教导 快乐是一种罪过